在音乐的国度中没有种族差别 没有地域距离 也没有国界的界定 所以总有一些经典的歌曲 被不同的声音演绎 传唱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跨过山和大海飘荡 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本期盘点那些被外国人翻唱的华语歌曲 提起外国人翻唱中文歌 有多少人脑海里和我一样 最先浮现的是这一首英文版的吻蝶 凭借这首歌让麦克学摇滚 在2004年成为最受欢迎的海外乐队 并在中国内地缔造了25万唱片销量 数百万次网络下载的神话 也让无数个中国人在这首歌的翻唱中 找到话语音乐的自豪感 准备一首歌 来自日本华裔的维安娜 翻唱改编了周杰伦的夜曲 虽然这首歌的基调比较悲伤 但歌迷却叫做不是一首悲伤的歌 安娜对这首歌曲的全心诠释 想必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安在旭 时至今日这首歌应该是KTV点唱率极高的歌曲 韩国演员安在旭重新演绎的朋友则多了一些忧伤 也许这一首朋友对他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是离别的哀愁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葱葱那年弗雷德乐队一首由欧洲的音乐人组合而成的外籍乐队 虽然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 但他们热爱音乐更热爱中国文化 乐队翻唱改变了很多中文歌 比如因为爱情至青春等 发育般的葱葱那年更是打动了许多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